我前两天发个作品说我以后找对象只找25岁下的 然后就有人说我歧视旅行 我发现我不管说什么 他们都说我歧视旅行 我不找你 我就歧视旅行 那我找其他的女人 我准备拿100万去买车 你问我买什么 我说我不买自行车 然后你说我骑士车 你觉得合理吗 你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不去嫁人 现在年纪一大把了 你们非要求人家娶你 真的搞不懂 同样条件的女生35岁 她一定比25岁的要求高 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找个要求低的呢 我为什么不能找个25的呢 自己年纪大了 嫁不出去 不从自己身上找毛病 动不动 说我们骑士你 我都没有说你们骑士穷的 是吧 你们反过来说我们了 有本事的女人 她不会觉得男人现实 她会自己反思自己的问题 只有没有本事的女人 没有价值的女人 她才会要求男的 要求有钱人必须起她 别人欠你的 人家有钱人努力赚钱 然后最后什么 最后必须要娶你们这些脾气暴躁的大龄胜女 你们才觉得是公平的吗 可笑